欢迎大家收听收睇能源新闻一周 Energy News Bytes 今日COP28气候高峰会结束 达成摆脱化石燃料的协议 英文来说就是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 峰会并不能够达成这个淘汰化石燃料的协议 即是Face out fossil fuels 究竟Transition away和Face out有什么分别呢 Face out就是逐步淘汰 意思即是需要放弃化石燃料 直至消除它的使用 另外一个term是Face down 就是逐步减少 即是表明减少使用 但不是绝对结束使用 但是今次的峰会 就不用Face out 亦都不用Face down 而是到最后大家的共识就是Transition away 那么峰会的主席国亚联友表示 今次的峰会呢 其实是史无前例地达成了共识 就是一起摆脱所有化石燃料 那么今次这个峰会呢 很可能是带来一个paradigm shift 范式转变也都很有可能是重新定义 我们全球的经济的 那么峰会是呼吁呢 以公正有秩序和公平的方式 在能源系统中摆脱化石燃料 在这个关键十年加速行动 以便2050年实现正零排放 峰会主席继续表示 全球目标是令到再生能源增加三倍 能源效率增加一倍 许会人士也都讨论过 如何去处理这个甲丸和排放方面的很多问题 那么这里提一提就是说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 是造成气候变迁的最大因素 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三以上 第二则新闻是关于英国能源业人才转型方面的问题 英国海上能源公司OE UK 今天发布了一份报告 就是说必须保留北海熟练的石油和天然气专家 以便推动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那这份报告就说 就说利用现有技能的本土能源转型 可以令到英国能源劳动力增加百分之五十 到2030年这个行业的就业人数 将可以达到二十多万 即是二十二万五千人左右 报告就说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和其他相关供应链的工人 是可以有一些技能可以转移到封能 碳布获利用和储存 即是CCUS以及清洁氢气生产领域 OEUK就说如果英国政府有适当的激励措施 和提供这个市场稳定性 那他们将会在这个再生能源的领域 投资高达二千亿英镑 那这些政府的措施当然就包括 需要有一个公平而且可以预测的税收制度 以吸引北海产业对于再生能源的投资 而当然他说政府也都需要提供激励 以便有一个适当的教育或者再教育系统 那令到那个人力资源可以适应未来的劳动力的需求 那他们还说最好就有一个叫做技能 技能护照这个东西 那即是说在那个人力资源的培训那里有一个认证 和一个协调的机制是大家都供应的 那就出一个技能护照了 Skill Passport 那他们说的东西似乎也都是有少少回应到 COP28那里提出的一些很具争论性的问题 那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需要支持石油和天然气 以及再生能源 因为这几样东西就会成为同一间公司 或者同一个人的职责范围 那他的意思我相信都很清楚 就是说传统的能源 即是说石油和天然气 也都不是说一朝一夕会消失的 而再生能源也都需要加把劲 是做更多和覆盖的范围更大 那对于英国的风能和轻能的展望 那业界人士就说 就希望呢 上列的措施如果施行的话呢 就希望在2030年呢 就将风能的规模扩大到50GW 而将这个轻能的规模去到10GW 以至少4个碳布获和储存专案群的开发 那看完这篇新闻之后呢 我们又问一下自己的几个问题了 这篇报道其实是侧重呢 就是将那个传统能源业的人才呢 就转型到去这个再生能源的界别那里 那换句话说 会不会是一种保护主义呢 那新的人才 例如毕业生或者其他行业的 又可以怎样参与这个再生能源业呢 第二就是关于他先头说的技能护照 skill passport 那究竟这一种认证培训 和叫做技能检验的一个机制 可以怎样去实行呢 第三则新闻就是关于香港的风力发电方面的发展 这段新闻的标题是说 清水湾以东离岸封电场无限期燃后 中电、港灯以及香港政府最近已经完成了这个 控制计划协议的中期检讨 控制计划协议就是scheme of control 亦都可以逆造管制计划协议 那这个机制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去监管 两电的财政事务以及营运表现 这个协议就是提供一个框架的 现行的协议为期15年 有效期是由2019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 中电和港灯的准许利润水平定定在固定资产平均淨值的8% 根据以前开始订立这个协议的时候 这个初心就是为了本地电力行业提供所需的长远确定性 但是这个管制计划协议也都提供了一个有因 给两电去进行固定资产的投资 好了我们就讲回近期发生的事了 中电和港灯在近期已经各自制定了2024年至2028年的发展计划 但是其中并未提及海上封电场的项目 而环境生态局回应这个查询的时候 就是说经过详细的考虑 政府认为兴建离岸封电场计划的综合成本和发电成本将高于传统发电方式 至于中电以及港灯未来五年的总资本投资 较现时计划分别减少5.7%以及17% 当局指出在审查发展计划时 只会接受绝对必要的基本建设项目建议书 当局计划未来与内地合作进口更多清洁能源 因此政府将控制两家电力公司进一步投资本地发电 经过严格的协商 两家电力公司未来五年的总资本投资将低于先前的五年发展计划 当局也表示将研究加强区域合作 在周边地区探索更多灵碳能源供应 以便令到香港可以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 并且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 中电前提议在清水湾半岛以东 袁武岩岛东南海域兴建香港第一个离岸封电场 但因为成本过高,这个项目被缩减 原本是计划在2024年开工建设 2027年投入营运 当时预计每年发电量是255兆瓦 约占整体供电量的2.8% 港灯也计划在南亚岛西南海域兴建离岸封电场 距离南亚发电厂约4公里 这个项目原本预计在2024年招标 也计划在2027年做好后投入商业营运 预计每年发电量大约400兆瓦 约占港灯总发电量的4% 政府近日向立法会提交资料进一步揭露了两座发电厂的五年发展计划 总量比目前五年计划减少9.4% 政府表示中电将延长很多部燃煤、燃气以及燃油发电机组的使用寿命 显示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机组 并且推迟更换发电能力的投资 此外中电将在青山发电厂轻建全新公共事业规模的电磁储能系统 预计在2028年投入使用 以便弥补发电系统中再生能源使用的间歇性 看完这段新闻之后 我们自己又问下自己问题了 第一就是再生能源佔我们香港的发电量有多少呢? 现时来说究竟是大约百分之多呢? 第二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呢? 搞一个海上风电场呢? 其实是需要考虑哪方面的因素和成本的元素呢? 多谢大家收听收睇能源新闻一周 Energy News Bytes 我们下一集再见